景气不好啊 这个想找个工作好过年 现在真的是要挤破头不讲 还得要想尽办法 像台南市有一家洗车厂啊 要征一个洗车工哦 那以前事到好的时候 要征洗车工啊 没人要来 结果现在为了一个这个位置呢 来了五十几个人来应征啊 当中有什么失业的电子工程师啊 大学毕业生啊 甚至有女生哦 怕说啊我是女生 人家不用我 竟然打扮成男生 跑来应征洗车工的工作 老板娘拿出厚厚的一点履历 经营的洗车厂 最近应征一名洗车工 结果竟然有五十多个人 前来投履历面试 让他吓了一跳 以前我还要找这个洗车员的话 有一个班也找不到一个 有时候一个班也找到而已 还有时候我找不到 这次我不知道 我一程下去说 好 我每天也会怕到 我说今天这些行李嘛 大家都找不到嘛 就问一下 今天有可能大家都找不到 这一名洗车工人 五十多个人抢破头 月薪一万五 没有周休 工作时数长 但景气差 为了找工作 遭之前失业的电子工程师 也来应征 还有两名二十多岁的女子 扮成男装 穿衬衫 西装裤 连发型都剪成男生头 女孩中的比较娇小啊 她的个子比我还要矮啊 她又比我还要瘦啊 没做到看你 你表现才是十五 但是另外一个我有问 她说没有这样子的话 穿过头了 真是穿过头了 她说她工程 穿过多岁了 穿过了 找工作却四处碰壁 女扮男装 无所不用其极 就是为了要找份工作 好过年 最后老板娘考虑工作负荷 终究没录取 女扮男装的求职者 把工作机会 给了一个刚退伍的小伙子 周天新闻赖冠章 中文月方台南报导